我們來看 這真的是綠色恐怖來襲嗎 如果你踩到我的痛腳 我就告你 大家有沒有覺得 非常非常的熟悉 過去私菸案之前也一樣 你只要敢質疑民進黨 做民進黨不好的新聞 我告你假新聞 怪三天罰你兩百萬 是不是 現在一模一樣的手法 拿到私菸案裡頭來用 我們先講陳菊花好了 7月24號 最近的例子 這個19歲的大學生 大學生 你們學生做什麼都對了嗎 他也不過就是在PTE上面問卦說 這個人是不是宗憲 是不是憲哥 結果不是 這是以前花媽的隨戶 他只是提問而已 這個是吳宗憲嗎 他沒有說這個就是吳宗憲 結果沒想到花媽看了 心情不好 不開心 所以學生發文道歉之後 還是被刑事局給韓宋法辦 兩天就抓到人 好 另外是我們的記者 這個邵玉民 他在問花媽的時候 問到這個節態日菸 大家應該很清楚 他問花媽 很多私菸來自於節態日菸 這個我不清楚 過去高雄市府時期 問題還沒問完 他立刻好像有一點點 警告的意味 我們的邵玉民說 這個有一點那個 你要小心使用 這不是擺明要讓你心生恐懼嗎 不要再講節態了 不要再扯我陳菊 他跟高雄市政府沒關係 你再講我就怎麼樣 小心一點 然後7月25號 國民黨開記者會 要求陳菊為私菸案下台 結果花媽現在也說 要對這些人提告 總統府出來開記者會 還加碼要立刻澄清 否則要採取法律行動 對 花媽在這整件事情當中 被大家質疑 會不會有角色呢 花媽是不是 您應該要多說點話 把事情交代清楚 或甚至負起政治上的責任 好 面對外界的監督 總統府的秘書長是 非但沒有從善如流 反倒是你再問 我告你 你再講 我告你 就是要你閉嘴 過去我們常講以告止棒 那是不希望有人善用 言論免責權 或是又一些是是而非的謠言 來傳播不實的一些指控 可是現在民進黨 跟花媽的這些作為 不是以送止棒 是以送阻止真相的誕生 因為我不曉得 是不是像佑正講的 因為這些爆料 要離真相越來越近 所以他必須要提告的方式 來恐嚇這些人 來阻止這些真相被揭露 可是是不是因為 快要圖窮筆線了 快要遮掩不住了 就像今天媒體上有寫 是不是因為常進人 已經只隔熱紙 稍微車窗搖下來 或稍微再大家看一下 那六個人 不管是什麼性的 就補助他命 是馬上呼之欲出了 各位看看 我們這邊所揭露出來的 不管是PTT的發文 人家是用問號提問 他沒有說那個人就是吳宗憲 他只說那個人是不是 那有沒有特殊 政治上面的關係跟花媽 這樣不行嗎 不行 套句周星馳電影的話 工廠之上假設一下不行嗎 不行 過去有多少三明治媒體 連問號都不用 不是照樣抹滅很多 我們藍軍的人士跟發言嗎 多的 同樣的我們國民黨團開記者會 要為私菸要求陳菊下台 不對嗎 這不是太在野黨 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這要搞什麼 這要恐嚇什麼 莫名其妙 我們龍介仙講說 過去民進黨初選期間 好像有人收到一些私菸 我們懷疑是不是跟這些私菸有關 這樣懷疑不行嗎 中東府也恐嚇他 也威脅他 這樣懷疑不行嗎 台灣現在是怎麼了 過去不管是威權實在 不管是白色恐怖 民進黨就是因為這樣子發家的 現在綠色執政這個綠色恐怖 我覺得他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而且到了離譜的地步 兩天今天把這個大學給抓了 坦白講今天如果沒有問號 或許你還可以質疑他 是不是違反所謂的公共秩序 違反政府公信 你讓我請問 濕菸事件發生到現在 真正影響政府公信力的是誰 是總統府自己吧 就政府 是民進黨自己吧 你看黃崇燕今天講什麼話 他們7月23號開始組 所謂的府內的 政風處的一個專案小組 然後只是透過訪談 而且這個訪談大家知道 還沒有全部訪談完 82個涉案的裡面 有三個沒訪到 有被收押的 有離職的 訪談不到 就他就作然下了一個結論說 府跟國安會無人涉案 憑什麼 第一個 訪談有沒有可能作假 有沒有可能不說實話 你又沒測謊 你怎麼知道講的是真的 更何況你還沒有全部訪談完 我剛剛講三個人因為收押或離職沒有問到 第二個 我們還知道有八個代號 一千兩百六十二條香菸 那八個代號後面是誰 不曉得 我們還有一個上千條的大戶 還有一個八百條到九百條的大戶 有四位市的人 有昨天我們節目提到的 有一個駕駛的上市 那個 史上最強的資深事官 那這兩個人後面 有沒有人在後面操縱 有沒有人透過他們去代購食煙 不曉得 這麼多真相未明的情況之下 你總統府的發言憑什麼說 總統府跟國安會無人涉案 或說你講說沒有機要跟證物人員 牽涉到購買食煙 憑什麼 只因你這樣一個非常潦草的 一個對外交代性的所謂的訪談 就能夠做出這麼重大的結論嗎 你這不是在帶風向嗎 是不是在引導我們司法人員的辦案 現在我們檢調正在偵辦當中 不斷在訪談 而且很多大咖是留在後面 才要訪談的 在訪談還沒有告一個段落 還沒有做出是否起訴 以及用什麼罪名起訴的情況之下 總統府發言這樣的發言 極為不妥 那這不是帶風向 什麼是帶風向 所以我在中間 包括剛剛我們提到的 林佳龍說 數量多少不重要 動機是什麼不重要 怎麼開始最重要 剛剛又真的講得太好了 那以後高雄發生什麼事 都被關韓國瑜了 那都是花媽時代就開始了 你什麼淹水 關韓國瑜什麼事情 你一個書院長 過去是書倒 現在變獨眼龍書了 因為你只看高雄 其他現實都不管了 有行政院長這樣幹了嗎 那這次司菸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說句不客氣的話 今天如果說總統府 跟所謂的高層 包括剛剛被周刊引射的六個 不管是什麼姓的 這些民進黨的大咖 如果沒有這些人參與 光是靠一個吳宗憲 光是靠四位是這些人 能夠調動到華山公司的保稅倉庫嗎 能夠在總統府專機快回到台灣 去把他搬到貨櫃裡面 然後混到總統府的車隊裡面去嗎 我們的航空站 我們的桃園機場 是隨便任何一個人 一個小咖 甚至一個駕駛兵 甚至一個小小的侍衛 就能夠去調動所有這些人 來配合這些司菸的相關劇情嗎 我想大家門心之問都非常清楚 最近我聽到媒體上有人講 最近盧爾昌從國外回來的話 他們說海關人員現在 你要空關的時候 他們都不太敢看你 也不敢查說你到底有沒有帶 多帶一條煙或多帶兩條煙 你想說總統府 總統專機帶了這麼多上萬條的 我老百姓多帶個一條怎麼樣 你要查我嗎 海關人員都有點心虛了 這影響國家的形象多大 這才叫影響政府公信力 你這些大咖不去抓不去查 然後恐嚇大學生 然後把在野黨的恐嚇記者 這莫名其妙 你開個記者會 這問題不能問嗎 記者會不是就給記者問了嗎 民進黨標榜自由民主開放 他們從街頭運動起家 從反威權起家 到現在為止自己當家了 兩次政黨輪替過去了 民進黨過去阿扁執政過八年 現在小英第一任還沒結束 就已經綠色恐怖到了這樣子 連媒體的新聞資料 都完全不尊重 連在野黨的合理監督 連一個大學生在PD上面 一個問號的詢問問掛都不行 這不是綠色恐怖是什麼 難道我們民主要倒退20年30年嗎 所以我覺得觀眾 正要睜他的眼睛 2020這一場韓國瑜當選不重要 中華民國的民主法治跟未來 跟我們的言論自由要確保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佑正因為這個 剛剛幾位前面提到 韓國瑜的部分 因為去趁韓國瑜是會有流量的 會有升量 會有收視率 還有錢可以賺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很大的目標 所以當然韓市長他 基本上他不會去告 如果韓國瑜要告的話 比較就標準 告不完 那不得了 所以之前韓市長在接受 佑正專訪提到這個黑韓 黑韓它是一個產業鏈 一個產業鏈 它是有上中下游的 然後他還跟又講說 這個股票這是一個形容詞 你不要以為真的證交所真的有的 沒有這個股票是形容詞 意思就是說 這個生意很好賺 然後欣欣向榮 他的意思這樣 大家不要誤會 那韓國瑜告過誰 他只告過一個人 只告吳子佳 他這個從韓柳以來半年多 他只告過吳子佳 他告吳子佳案子大家還記得嗎 5月31 請問今天幾號 7月31 已經兩個月了 有這麼難查 對 已經兩個月了 他到底有 新莊王小姐有生的孩子 這有這麼困難嗎 是台北第一岩署在查 然後我們國安局的事件 也是台北第一岩署在查 觀眾朋友知道我要講什麼 他是天下第一署 就是我們所有敏感的案子 大的案子 都在台北第一岩署手上 結果就非常非常清楚 我講一個新聞 也是被修理的 這是一個信誅的退伍軍人 他在他臉書貼了一張這個 其實這個是舊的 這個在網路上 已經流傳了一陣子 就是說蔡總統的官邸 花了一億兩千萬 然後這個是假的 然後就跑去告 總統跑去告 這個東西是假的 大家不要亂談 這個一億兩千萬 是包括總統府跟官邸 不是只有官邸 你如果只講官邸 官邸他也花了幾百萬 那個也都跟馬總統 跟扁總統比起來 也稀鬆平衡 但比較奇怪是這個 正峰市去跟刑事局報案 這個跟正峰有什麼關係 我看不懂 你如果一般人 譬如說我要告夜院支 我跑去刑事局 先把他轟出來 你告夜院支來幹嘛 你是總統嗎 你是正峰市嗎 不是 所以一般的案件你去告 它是 刑事局是不管這種案子的 去派出所備案就好 對 去派出所告才是對的 刑事警察局 是全國的刑事龍頭 怎麼會辦這種案子 結果還真的去辦 你看我們今天 中國時報報導 總統府給警方的文 沒有提及任何資訊 或者說明錯誤 我總統府 我給你刑事局 我管你的 你就去抓就對了 然後援警說 政府有管道澄清 其實那個張敦涵發言人 已經之前就開過記者會了 有管道澄清 然後卻要警方用法官 難以成立的社違法來打假 我們中國時報報導說 交辦的都是不利官方的訊息 黑函的假訊息 卻不見比照辦就是這樣 你只要對我蔡總統 蔡總統不利的我就告 但是黑韓國瑜的沒事 因為韓國瑜不告 韓國瑜只告吳子嘉 韓國瑜對那些被他 羞辱他人他都是愛與包容 他不告 就打假 是打假還是打手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我們總統府去告退伍軍人 其實這位朱先生他是退伍軍人 他講的東西其實國民黨的名代講過 而且還是佑正的這個來賓 我就不要講名字了 國民黨的名代質疑 你為什麼不告呢 你為什麼不去告名代呢 我再爆料一個 但我這不是要害韓國瑜 我是舉這例子給大家聽 這是前幾天的國民黨全代會 韓國瑜說蔡總統官邸耗費1億 韓國瑜講的 這是韓國瑜講的 那個都有帶子 但是佑正他是脫稿演出 他的致辭 原來的稿子是沒有這一段 什麼廚師6萬什麼 那個都是他自己臨時加的 他也這樣講 那我請問大家 他們兩個 他是講1億2000萬 他是講1億其實差不多 真正是幾百萬而已 難道你要去告韓國瑜嗎 我真的 我不是要慫恿 總統府去告韓國瑜 我是要告訴蔡總統 你用這個方法是錯的 假訊息 假消息很困擾沒有錯 但是一直亂告 這已經接近亂告的 是爛訴 對 爛訴 你這個詞比較專業 爛訴 我講是亂告 其實這個東西 並沒有解決問題 韓國瑜講你要去告他嗎 一個總統去告一個 國民黨的提名人說 你講我話1億 其實韓國瑜可能 他可能就是口誤 講太快 沒有講完整 那一年的預算的確是1億 那一年的預算還是馬總統編的 因為你今年的預算是去年編的 所以蔡總統接任2016的時候 那個預算是馬總統 105年度的預算是104年編的 這你也很清楚嗎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你動輒就提告 動輒就要扮人 那個民主進黨 那四個字其實可以換了 那不是民主進步黨的精神 你的確是民調不好 執政不利 但是用這種方法要塞出大家的水 沒辦法 這只會讓大家更討厭民進黨而已 更討厭民進黨 來 這個其實當時 我現在講這個1億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節目以前 這個也討論過 為什麼講說是1億 這1億編 因為新政府 確實這個小英總統的官體 修得美人美奮 這個就變了 裡面外面都變了 都跟我們以前知道的觀點 完全長不一樣 他現在有那種日式和風的那種感覺 很漂亮 有影片 狗狗貓貓在裡面 我覺得也沒關係 你想坐得舒服我就OK 我們當時質疑的 不是你花了多少錢 而是以前馬英九編的錢 他可能花一點點 他覺得不需要 陳水扁編錢 但他自己當中他花一點點 可是你們花光光 我們質疑的是這個 我不曉得你花去哪裡 總之有多少你花多少 就是我們質疑的是這個 對啦 那不要告我 要小心一點 你要小心這個字眼 不要告我 好 來 告來告去 現在郭文哥講的 這個叫爛訴 亂告